上午的时间 都怪那个福康 简直是胡来 朕怎么会是那种人 是 朕已经罚他 革职留用 让他回家反省去了 皇上 那福康犯的可是卖国之罪 应该是推出我们斩首施众才是 你看看朕书房里还真有几幅米符的作品 一会你要是看上了哪一幅 朕就把它赏赐于你 千万别推辞 那可是圣旨 皇上 皇上 你 这是什么意思 刘爱卿啊 你好好想想 你与福康一殿为臣 他要是真的被砍了头 吐死胡碑 你真的能够高兴吗 这件事情 幸好没有造成太大的恶果 要是传了出去 你我军臣的面子上都不好看 要是被使官们记上一笔 那朕的面子可就丢大了 况且福康又是个中堂 他要是被杀 非得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不可 这危害之大远剩一千亿个合同 希望刘爱卿能够明白朕的一片良苦用心 您老臣明白了 皇上给老臣送礼 就是让老臣以后不要再提此事 你看你看又来了 是朕一时糊涂 才受了福康这奴才的骗 这个呀 的确是朕的一番心意 哦 这也是太后的意思啊 你的那个得意门生 朕一定要重重的提拔他 你看怎么样 皇上都这么说了 臣敢不从命 皇上 臣以后绝不吐半个字 只是 皇上送老臣的这个礼 臣不敢要 也不能要 你是嫌朕给你的礼太轻了 臣不敢 皇上 老臣再多说几句 说完就走 自古以来 圣人教化天下 皇上用制定的法令来治理天下 若有人给皇上送礼 皇上又给大臣送礼 这就背弃了教化 荒废了法令 如此这样 天下非大乱不可 请皇上三思 臣告辞 老爷回来了 大奶奶 老爷回来了 老爷 您回来了 老爷 您回来了 老爷 老爷 老爷回来了 老爷这是怎么了 是吗 你说说呀 哎呀 乖 你怎么来了 快 老爷 老爷 皇上没治你的罪吧 你这又是跟谁生气了 拉着个人 没法干 朝廷的事情没法干 早点打包回家 早点解脱 好了 皇上没治你的罪 这就是大幸 脱身的事以后再说 你也是的 谁让你去的 不是让你回山东老家的 你当怪奇我来了 要不是我去 你这颗老头早就被砍下来了 妇人之剑 那要太后不说话怎么办 刘庸谁管 你差点断送了我们刘家的后代 我妇人之剑也比你死要面子强 你脑袋要是被砍下来 我看你还在那自作聪明 随便责怪人家 夫人 别生气 我就是那么随便一说 你怎么就当真了 我不是关心你的生死吗 你看 你还是这么一个化容月貌的大美人 你陪着我死 死多远 行了 别花舌少马的了 你啊 你啊 倒是真应该好好谢谢你那个门生才是啊 这个人 我是越来越看不清了 总觉得 他哪有点不对啊 有多心了不是 你怎么总爱把人往坏处想啊 但愿如此吧 哎 哎 哎 想看了 你不干了 大包回家 这刀尖上的日子 老爷我啊 你为了 回家 回家 啊 回家 好 回不成啊 回不成啊 回不成 胡大人 胡大人 过来 过来 给大王爷请来 怎么回事啊 看了军机处的公报 被革职留任了 行了大哥 被革职留任那是好事 冲着人家脸上提什么 胡哥 哎呀 我还想问问你怎么回事 山西的事到底怎么了 说什么呢 给二王爷请啊 给三王爷请 行了行了行了 别请什么安了 山西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说了一早上了 好不容易来个郑主 跟我们哥仨说说 成不成啊 好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 又是这个事啊 王爷英明 这山西的事 怎么了 我错了 哎 哎 不对吧 胡大人 昨儿哥有狱指到户部 要拨一笔银子到山西 可连用处都没写 皇上 什么时候这么大方 啊 给大王爷请啊 给二王爷请啊 给三王爷请啊 哎呀 你真能装啊 行了大哥 我说不出来 等刘统勋来了再问吧 诸位大人 上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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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统勋怎么没来啊 啊 这刘统勋没来啊 刘大人没来啊 刘大人真没来啊 刘大人真没来啊 你是军机数领班 你不知道 哎 这这我我这他没来啊 你 吴皇万岁万万岁 钟爱卿 平身 谢万岁 刘统勋怎么没来啊 刘大人 你身为军机处的领班 当朝宰相不上朝 怎么回事 奴才实在是不知道 他也没去军机处告假 你知不知道你是革职流用 这才第一天 军机处的大臣不上朝 你又不知道 你是想回家去啃窝头去啊 皇上 奴才实在是不知道 奴才是今天早上上朝的时候 才发现他没来的 怎么没派人去府上找啊 糊涂 罚你半年俸禄 这 这 奴才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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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这 朕猜他 是昨日之事尚未平息 精神疲惫 就不必再问了 二夫子 在 下朝以后带几个太医 去刘府探望一下 喳 皇上关心大臣 奴才感激不尽 定当鞠躬尽瘁 以效全马之劳 起来吧 昨天的事情 朕已经查清楚了 那是洋人冒充了刘统勋的签名 又假借了福康的名义 到山西要开我煤矿 因此跟地方上闹了不和 他们的狼子野心就不用提了 幸亏没闹出什么乱子来 如今只需把他们递送回国 也嫌我大清国威 另外 从国库里拨出一笔抚恤银 对他们加以安慰 也就可以了 钟爱卿以为如何 皇上 洋人如此胆大妄为 还送什么银子给他们 依微臣看 应该严加法办 哪有欺骗我天朝上国还给银子的道理 那不是怂恿他们犯罪吗 胡说 这银子真就爱给他们 关你什么事 退下 他们都是蛮夷之人 与我天朝上国的风俗均不相同 当年就有个英国特使 拿着他们什么国王的信 请求与我国通商 太宗皇帝也是优家抚恤 像我泱泱大国 怎么能失了气多 朕拿出银子来 是要买大清国一个脸面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以后都不许再提了 听明白了吗 来 来 这拿过去 好好好 书可不能这么晒 一晒就坏了 好嘞 这么帅就把书给晒坏了 知道吗 来来来 过来过来过来 过来过来 过来过来 把这两箱东西抬回去 放在阴凉的地方 你动动脑子好不好 刘大人 圣旨到 刘统勋接旨 刘统勋 朕知道你昨日之事尚未平复 心中有怨气 今日不上朝 朕不再怪你 明日须得去 刻遣二福子 带两个太医来 给你诊治 还有些补药一并收了吧 钦此 刘统勋 叩谢皇上 刘大人 皇上对你的恩情 真是天高地厚眉的说 这种白话圣旨 奴才还是头一回见的 皇上不跟您客套 出来之前还嘱咐奴才说 您需要什么一并给您送来 照奴才的意思 您还不如狮子大张嘴 反正也是内务付出钱 您就甭客气了 公公 你看 我家有良田百姆 够吃够穿 有妻有子 还有这么多的衣物 还有书籍字画 都有了 足够了 什么也不缺 谢谢皇上 柳大人 您就不用字迁了 您这是晒被子呢 还是晒书啊 又晒被子又晒书 臣伯 打算回去了 公公 我这有一封写好的辞诚 放公公 带给皇上 这可不太好办 谢谢公公 你看看这个刘统勋 朕这么给他面子 他居然还敢写辞诚 他想干什么 皇上息怒 奴才也觉得他这次是真的要走了 连箱子都装好了 在院子里头晒 这头绝驴 这盘墨我还得给他套上 这折子 朕就是留着不发 朕不劈 朕看他明天赶不上朝 烦了他了 皇上 奴才亮他也不敢 没辞之前他毕竟是朝中的大臣 你说这叫什么事 这一满一汉两宰相 满宰相让我连降三级 这汉宰相又跟我来这一套 这不让我左右为难吗 怎么才能想出个法子 化开他们 朕现在是遇上点事啊 身边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 你家里那条金班旗 这人请来 胡适 胡适 你不知道 我们家里那只孔子 这两天闹肚子 拉西 你可怎么这么巧呢 你这 二王爷 把您家那只金班借我配配吧 我是 我说福大人 您要那么些狗干嘛 这 这不是扣了我半年俸禄吗 家里有点揭不开锅了 这不是配两条小狗能出去卖俩钱吗 卖个洋人还真能卖出好价钱 各位大人好 刘大人来了 各位大人好 刘大人来了 刘大人来了 您怎么办 这怎么 给大王爷请安 好了好了 给二王爷请安 给三王爷请安 找不着 给福大人请安 我说刘同学 你是不是中什么疯了 你怎么穿这个就来了你 就是 刘大人 赶紧把朝服换上 回头皇上看了不高兴 我不穿 我把那朝服啊 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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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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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呢 我就要回乡下了 我帝哥皇上的辞诚啊 估计这皇上啊 这两天也就准下来了 是 今儿个 我就是来跟各位 王爷大人来告辞的 就是下朝以后 一定到我那儿去 喝散伙酒 都去啊 都去啊 万万事 皇上一天告辞 你还是朝中大致 你把你的朝服都给葬了 你瞧你这 哎 我是刘大人 您唱的这是哪一出啊 您要是回了乡 那我们大伙儿 那就热闹不起来啦 是 哎呦 哦 谢谢福大人的厚爱啊 哎 我老糊涂了 朝政的事儿啊 让年轻人去干 反正啊 我回乡的心定了啊 哎 记着啊 今儿下朝以后 到我家去喝酒啊 你说的 哎 一定去 一定去啊 哎 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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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啊 你说啊 这说走还真走了 他真拿自个儿当人生啊 别瞎说 他还答应我一说 他跟老八子是哪一样的 是啊 听皇子说他啊 真是假的 啊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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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统勋这个老东西 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 他如此的目无法律 藐视朝廷 钟爱卿以为怎么办 说话呀 皇上 他说话难免有些糊涂 奴才以为刘大人年事已高 皇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糊涂 他再糊涂也比你清醒吧 皇上 奴才这就去劝他回心转意 来向皇上谢罪 如果他再不上朝 皇上再重重的惩罚他 也不止 这事儿 去办吧 这 刘五 刘五 老爷 谁来了 开门 老爷 刘大人 我错了 刘大人 刘大人 你这是给谁报仨 刘大人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呀 您大人大量 宰相度里能乘船 您可千万别记恨我呀 别别别别 你起来 刘大人 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刘大人 兄弟我已经决定辞官回家了 再也不过问朝廷的事情了 就是因为兄弟我 我 嫉妒刘大人 天纵英才 所以才干出这种糊涂事来 兄弟我愿意自降三级 还是不能补足罪过 这将来大清的江山 就要靠你刘大人一个人扛了 兄弟我批发归隐 入山穴道去了 别别别 千万不能入山穴道啊 你一定要修不成个神仙 那地上可就多一个魔 受不了 受不了 刘大人 真是还说笑呢 兄弟真是诚心诚意的 来跟你告辞的 此情就算是这个 父 父亲请罪 你随意责罚吧 不不不不 福大人 福大人 真不凑巧 我也递了此证上去 我也要此官回乡了 所以啊 您继续留任 以后朝上就没人再找 福大人的麻烦了 刘大人 您不能走啊 这大清的江山 怎么能没有你刘大人呢 今日上朝没看见您 就是怕听这句话呀 若是因为兄弟这件事情所导致的 兄弟白死莫死 不不不不 这事跟您没关系 是我自己要求回乡养老 刘大人 今日上朝没看见您 文武百官就像没了主心骨 明日上朝要是还看不见您 那他们要是怪罪下来 兄弟还是死路一条 那不如 我现在就自在您面前 别别别别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你啊 福大人 您呢 就安心当您的中堂 我刘统勋说话算话 我说不去就不去 我不但今儿不去 我明儿还不去 我刘统勋从此退出官场 那我怎么办呢 谁知道你怎么办 刘大人 你不能走啊 刘大人 行了 这是我自个儿的事 我自个儿办 你现在回去 我就不回去 你不答应我就不回去 您就跟人家说我重病在身 我不能去 刘大人 那你一言九鼎 是 是 那你可是好汉 好忠臣 好英雄 好英雄 好好好 走走走走 走走走 灌门 好 这叫什么事儿 这么大个中堂 跑到我这儿哭丧 真是 我看他是猫哭号的假慈悲 皇上一不用他 他心里就慌了神 就怕你明天去上朝 我一不做二不休 我继续写慈诚上去 他不批 还能挡着我不写 写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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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三本辞诚 一本被一本长 这不是存心为难我吗 皇上息怒 皇上息怒 这些个都是那些大臣们送来的挽留折子 赶请皇上挽留留统勋 朕就是留中不发 下旨挽留 岂不是自己认错 是 皇上说的是 这个刘统勋也真是胆大妄为 这不是要挟皇上吗 这倒是个好主意 去 把纳善给我找来 喳 传皇上口谕 纳善随旨见驾 奴才纳善接旨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是 有劳二夫子公公 奴才我罪孽深重 皇上还肯召见 皇上真是恩德深远 奴才感激不尽 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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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人是越来越有点大人的样子了 奴才 往后还得靠那大人多多关照 岂敢 公公 请到屋里用杯热茶吧 热茶 哪位汪公大臣听了皇上的口语 还不赶紧过去 还喝什么热茶呀 二夫子公公 我酿下了藐视朝纲的大错 昨儿已经被宗人府训斥了一顿 我害怕这次皇上找我去 会怪罪于我 若是人头落地 二夫子公公 那善无权无才 又对您老人家仰慕得紧 所剩的就只有一杯热茶了 哎呦 奴才可不敢当 看这样子啊 那大人不像是要人头落地 倒是像要升官啊 托公公急言 我处理一下家里的后事就走 那好 我先行一步了 来 怎么样 你这次去 皇上必然要跟你说提亲的事 你就装作不知道 多谢岳父大人 你我翁婿至亲 何必这么客气 小女承蒙皇上慧眼 收了她做干女儿 又有顾伦公主的封号 你成了这门婚事 将来出将入相 那都是指日之间的事情啊 岳父大人的栽培 小婿我是莫齿难忘 但有吩咐无不从命 你先去 回来我再告诉你 奴才纳善叩叩见五皇万岁 奴才罪孽深重 祈求皇上开恩 起来吧 谢皇上 纳善 昨日宗人府有没有斥责你啊 回皇上的话 宗人府扣了奴才半年的俸禄 狠狠地斥责了一顿 本来还想再棒打五十 只是念在奴才身上的剑伤 你的剑伤不是早就好了吗 回皇上的话 奴才身上的剑伤 是皇上御守亲射的 是胜处 宗人府的棍棒是不敢打的 也多蒙皇上这一剑 让奴才免受棍棒之苦 奴才还没扣谢皇上呢 那朕要是射在你脖子上 岂不是连头都砍不得了 回皇上 奴才这头本来就是皇上您的 只不过奴才效忠皇上 至今还在肩膀上牢固得很 那天你来救你恩师 朕不怪你 古人把忠义看成是美德 你来查清此事是对朕忠 救你恩师呢是义 舍生而取义 是男子汉大丈夫所为啊 这件事以后就不用再提了 喳 今儿你的气色怎么不大好 是不是累了 没事 没事 别没事没事的 年纪大了比不上年轻人 干什么都得悠着点 别急 大清国的事 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办得好的 是是 还是年轻时候的毛病 一着急就出汗 是是 太后叫臣来有什么话请吩咐 今天找你来呢有两件事 一件公事一件私事 咱们还是先公后私吧 我听皇上说 你为了洋人开矿的事 省他的气了 一封一封地望上帝辞城 也不去上朝了 皇上啊很是难堪 毕竟他是一国之君 也不能跑过来陪礼 你呢 也让一步 别那么较劲 明儿啊 该来还得来 臣不是为这事儿 实在是年纪大了 脑子糊涂 办不了国家大事了 这件事情呢 就算是给我一个人情 一点面子吧 臣不敢 太后都这么说了 臣还敢不来吗 太后 臣不是生皇上的气 老臣实在是想回家 过几年安定的日子 老臣的苦衷 太后明见 我知道了 还有一件事情 户部尚书贵荣 是我娘家的弟弟 这个人呢 胆子很小 皇上要清查国库账目 我怕他脑子不好使 悟了大事 所以啊 想请你过来帮一帮 清查国库账目这事儿 臣怕不能堪育 贵贵了办事 虽有精细的名声 想必不会糊涂 况且事关国运 更不会马虎 太后不必担心 说了半天 你还是不想来 也罢 我心里啊 存了个帮娘家人的私心 你要是不来呢 也就算了 以后再说吧 是 老臣这一生 都在朝廷的激流中挣扎着 不想再卷进去了 请太后见谅 没想到刘统勋也会说这样的话 看来啊 你是老了 是 算了 让贵荣自己去弄吧 要是这朝国库还算封营的话 大清朝不至于败落 是是是 你回去吧 今儿的话你要记住 臣记住了 臣告退 臣告退 哪山啊 奴才在 朕想成全你一件好事 皇上 您成全奴才的好事实在是太多了 奴才不敢奢望 你只是孤身一人吧 该成个家了 成个家 皇上 不能说奴才是孤身一人 奴才现在整天陪伴皇上 这皇宫大内实际上就是奴才的家 奴才还要什么别的家呀 身边得有个女人 皇上 这不可 为何不可 那你就不想要个女人 皇上 自从奴才有幸随侍皇上以后 奴才曾暗下决心 要将此生此事全部奉献给皇上您 假如奴才身边有了个女人 奴才势必会将部分爱心别移 就不能全心全意的侍奉皇上您了 所以奴才我誓死不娶 这是两回事 皇上 这是一回事 怎么 朕给你做美你也不允吗 奴才不敢 奴才不敢 可 可皇上 娶媳妇是件好事 怎么反倒不高兴了 皇上 自从奴才的父亲死去之后 奴才想 就是奴才一辈子做牛做马 也难以洗清他的罪过 奴才哪敢做娶妻生子 出将入相的美梦呢 奴才曾暗暗发誓 誓死效忠皇上终身不娶 你和你爹毕竟不同 就算你起过什么事 朕也做主 替你废了 实话告诉你 福康上了几份折子 朕看了以后是大为开心 他家有一位千金 正是代驾之灵 也是朕的干女儿 太后也十分贱爱 朕以为你在朝中年少有为 和福康的女儿结为百年之好 倒也挺合适的 皇上 奴才以为万万不可 我 那个 福中堂和我恩师他 怎么 你还敢抗旨吗 奴才不敢 起来吧 谢皇上 你恩师和福康争斗已久 他们都是朕气中的人 就像是朕的左膀右臂 他们两个这么长此以往的争斗下去 成何体统 现在福康愿意主动提出和你结亲 也是想和你恩师修好如初的意思 朕以为这是一件十大体固大局的好事 是 皇上 只怕我恩师他 不碍事 朕让你拜你的恩师做义父 那不是亲上加亲了 福大人的千金跟了我 只怕是有失身份 要是我恩师不喜欢的话 岂不是 福大人的千金也是朕的干女儿 量你的恩师也不敢胡来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赶紧回去准备聘礼吧 这个没人啊 正式做定了 所需的绫罗绸缎酒宴都有内务府供应 谢皇上 皇上对奴才恩比天高 奴才就是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 你赶紧回去准备吧 好 欲赐美酒十二盘 慢点慢点 这是皇上赐的 脚底下别有闪失 谁要是有闪失 我寻你们的罪光 大贵十支 相遇八宝屏风一对 蒙福大人厚爱 这门亲事真的成了 皇上还夸福大人拾大体顾大军 我估计用不了多久 福大人必能官复原职 深得宠爱 这都是贤叙你的功劳啊 老夫的千金终身有托 也是一大美事啊 福大人 待我日后能与大人同殿为臣 卫列三宫之时 大人必不后悔今天呀 贵荣 朕将你清查国库账目有眉目了吗 都拖了一个月了 户部是怎么搞的 皇上恕罪 国库账目一事 老臣已经是尽心竭力了 无奈积时太久 几十年都没有清理 头绪繁多 一时间难以查清 清查国库是当务之急 河南河北又遭蝗灾 赋税收不上来 还要朝廷的赈捐 钱从哪来啊 户部的事情难搞得很 皇上怪罪下来 老臣可担当不起啊 不如请皇上 另选一名朝中大臣接手户部 也好替老臣分担点忧愁 朕不是说你户部管得不好 好 只是国库这笔烂账 什么时候熬到头啊 饮吃卯粮总不是个办法 钟爱卿有什么妙法啊 好了 你下去吧 让户部加紧清查 这 钟爱卿可有本奏啊 这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怎么到朕问起你们的时候 一个个都哑巴了 刘统训 臣在 你可有本奏 天下无事老臣无本 是 恩师要是觉得不妥 学生我就死命抗婚 皇上是没人 你看婚不等于抗旨吗 那我得不要了 恩师 这件事实在出乎学生的意料 学生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特来向恩师请教 这是个好事 你也该成婚了 这帖子我收下 成婚之日马上到了 赶快回去筹备吧 恩师可是福大人他和您 不 你是我的学生 福大人就要成为你的岳丈了 我们就要成为半个亲家了 不必犹豫 尽管奉旨成婚 恩师 我 回去吧 父母 父母 你哭什么呀 奴才想皇上啊 奴才想皇上想的夜不能寐 今日见着皇上 奴才竟勤不自尽起来 你不是每天上朝都见到朕的吗 奴才愿意天天伺候皇上 在皇上身边啊 你 奴才愿意跟二福子公公谷调个个 天天伺候皇上 好了好了 朕也不要你来当太监 你递上来的折子 朕都看过了 还算是十大体雇大局 所以朕才把你叫进来见你 皇上宽宏大量 奴才奋身难抱啊 朕一时不能把你官复原职 刘统勋又在那里愤愤不平 要不是太后出面 这场面恐怕不太好收拾啊 奴才感激不尽 奴才也不求官复原职 奴才听说皇上 东智要去东陵祭祖 道路年久失修 皇上就把这修路 驾桥的事交给奴才吧 也好 那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 所需银两就从户部里拨 现在最让朕忧心的 是清查国库账目的事情 刘统勋又不肯出面帮忙 真叫人头疼啊 皇上奴才倒有一计 又有一计 奴才今后出的主意 一定会妥善考虑 用语不用 请皇上裁决 老爷 这谁的喜铁呀 好啊 老爷 您现在和福康是半个亲家了 皇上做美 是想缓和皇上你们俩的关系 皇上是真会祸悉你啊 就从福康和洋鬼子签这合同 就该满门抄斩 现在倒好 来个阁职留任 还不加惩处 朝中大臣又不敢说话 现在又想出这个法子来安抚啊 皇上真是不可救药啊 那你说怎么办呢 现在皇太后也说话了 你这个套子呀 算是套上了 他们在前面唱戏 你跟着启哄不就完了吗 皇上做美人 你敢不去啊 还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吗 我只要一离朝 福康肯定会拉拢你这个纳善 怎么样 现在抢先一步了吧 他竟然骗了皇上都来当美人 你不是说那个纳善是难得的人才吗 你还担心什么呀 大胜大贤和大奸大恶 只有一些之差 纳善现在还年轻啊 将来怎么着还说不清啊 你说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嗯 老爷说得是啊 这个纳善哪 我见了他几回 每次心里都别别扭扭的 按道理呀 我跟老爷在一起 见的好官 好的读书人也多了 从没见过像他这样阴森森的 大夏天的离得老远 看见他身上就发凉了 那是你着凉了 说什么呢 哎呀 反正我说什么你都不信 人嘛 有点小毛病挺好 又不是圣贤 什么事非得按照常理去做 老爷你呢 还有经常犯糊涂的时候呢 不过纳善吧 做什么事 都像书本里写的人 一口活气都没有 嗯 哎 不谈他了 老爷呀 什么时候告老还乡啊 要是不走啊 我可让他们开箱子 找东西了啊 哎呦 你别烦我行不行啊 整天受皇上和皇太后的气 还不够啊 真是 又走不成了 这两天太后又叫我 要帮着他弟弟桂荣 去查户部的账 我嘴上是回绝了 给我看着皇上 天天跟着个贵笼运着气 闹不好 这差事 得落在我头上 老爷 您当了一辈子差 我从没见过您这么担惊 受怕过 一晚上醒了好几回 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就是查查户部的账吗 在家我也查账啊 哎 要买个什么针头现脑啊 柴米油盐呢 不计账能行吗 哎呦 你懂什么呀 我 户部的账就是那么好查的吗 下到地方官 上到金官 人人都在挪用国库银两 我把它查清楚了 皇上要追缴 一人一口吐沫 就得把我给淹死 就算追缴的事 不了了之 皇上一看 国库银两怎么没了 就想着法子从百姓那儿去搞钱去 那天下百姓不得把我给骂死啊 哎呀 我是做野男 不做野男 你说 我能睡得着觉 我能安得下这个心吗 哎 老爷 您可以写个折子 就说您生病了 早早把这事推了不就得了吗 圣旨一到 我就是生半口气也得爬起来去坐呀 啊 装病 让皇上骂半天 我何苦来呢我 哎 我也是生来命见 可是 这大清国的国库要是一笔烂账 一笔糊涂账 你说今后这国家可怎么办呢 哎呀 行了 以后的事儿 就以后的人去想呗 想他们都干什么呀 要吃饭了 我去看看去 御前侍卫 一等难纳膳奉皇安 与弗伦公主一节百年之好 良辰吉日 纳普特十周三日 三日之内 管吃管喝 不要钱也不用出力 只要你说一声谢纳大人 这周啊 你就可劲地走吧 纳大人 哎哎 要是吃饭了 你就喊的声再大一点 满大街上哪去喊去 谢纳大人 谢纳大人 不要 真不要 人可以进去 一瓶礼金放在外边好不好啊 哪有吃酒 习不收礼金的道理啊 你收了吧 你别走啊 各位大人 我们贾纳大人说了 他的婚事一文钱都不收 各位若真有意 就把我家老爷的银子震灾震穷 全当把我家老爷做善事了 皇上驾到 皇上驾到 王上驾觉 皇上驾到 他的家老爷的银子震通 皇上驾到 他回家老爷的 controversy 跑到他河山线 还有着 走起来吧 谢万岁 这都是怎么回事啊 皇上 回皇上话 这是他们送的礼 送礼 送礼怎么都搁在外边 皇上 那大人今天新婚大喜 我们送他点礼 他还不要 不要 回皇上 我们那大人不让收礼 您看 御前侍卫已等难纳善 凤凰恩与顾伦公主地劫百年之好 恭迎各位光临 但不收受任何人的任何礼金 敬请各位周知并谅解 可喜可喜啊 能够如此律己也算难得 大清国有这样的忠臣 是朕的福运 恭喜 奴才纳善祝皇上万寿无疆 好了好了好了 都起来吧 以前那些礼节 今天全部都免了 谢皇上 谢大大人 什么声音 这从哪传过来的啊 哦 回皇上 奴才借操办喜事之计 特奢周三日 奴才愿以自家之乐 化为天下人同乐 都是些小事 可是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总这么喊 用的奴才都有一些不好意思了 你还不好意思啊 好 非常好 刚才朕在门口看见告示上写着 不收受任何人的任何礼金 那么朕给你的礼金 你也不接受了 皇上 您赐给奴才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奴才真的是不敢再奢望 皇上您的恩赐了 好 那么朕今天就什么礼金都不送给你了 宣旨 纳善接旨 受 纳善内阁大学士 领侍为内大臣钦此 奴才谢助隆恩 皇上 您对奴才的恩比天高 皇上 奴才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皇上了 奴才磕头了 好 起来吧 起来吧 带朕去见见你的心房 好 怎么了 皇上 奴才还有一事 请皇上恩准 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 有什么话就说吧 皇上 奴才能有今天 全靠我恩师刘大人一手提拔 刘大人对我恩重如山 情同父母 所以奴才我早有拜我恩师刘大人 为义父的想法 但一直自残行贿 不敢启齿 皇上 奴才的先父恶贯满盈 夜已归夕 今日奴才我拜堂 无高堂可拜 终为悍士 所以奴才账担 请皇上做情 请我恩师刘大人 收我为义子 请我恩师前辈刘大人高座堂上 受学生一拜 请皇上恩准 好事 好事啊 刘统勋 臣在 你说呢 皇上 这事这不多 刘统勋啊 这叫喜事成双 你就受他一拜吧 大秦国爷只有你有这个资格 能受他一拜 皇上 恩师在上 请受学生 不不不不不不不 稍等 稍等 这这 皇上 您要让老臣 受纳善为义子 臣 敢不从命 只是要说义子的话 老臣有几句话要对他说 等说完再拜 不知 皇上是否恩准 也就是你理多 说吧 谢皇上 学生锦听恩师的教诲 大神 今天呢 是你大喜的日子 这些话 我本不敢跟您说 只是你要当我义子 那这些话 我就非说不可 我与你父 斗了半辈子 我揍了他十三道奏折 列了他二十六款大罪 可是后来 先帝护着他呀 所以我只好辞官回乡 是吧 皇上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不提这个 难道您还想说 先帝有错不成 哦 皇上 恩师是想提醒我 不要走我先父的老父 不止如此 说心里话 你父乃是极聪明的人 可以说是大智大慧 也是大奸之人 所以他才能够成为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县贵 可是后来 还是落个身败名裂 以身是法的下场 知道为什么 八个字 横行不法 恃宠而骄 这八个字 你一定要牢牢地记下 如今 皇上又封你为众臣 你更要自律 为了大清国 为了黎民百姓 不怕杀头 不怕罢官 无论如何 你也不能改变初衷 能做到这一点 你才能成为我刘统勋的 一子学生 能做到吗 我 刘爱卿这番话 也正是朕心里想说的话 非常好 纳山 你要记住了 奴才记住了 恩师的教诲 纳山我铭记在心 如有违反的话 天诛 行了 磕个头就行了 毒誓就不要发了 大喜的日子 义父在上 请受孩儿一拜 抱抱 起来起来 奴才福康叩见五皇 五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起来吧 谢皇上 你的千金办喜事儿 你这个老丈人躲哪儿去了 叫这两位新人 找不着爹娘可拜啊 皇上 奴才刚才亲自下厨 准备酒宴去了 奴才下嫁 下嫁小女 还有了皇上祭祖亲登 真是满门荣幸啊 你选定了一个好女婿 刚刚拜了刘统勋为义父 从今往后 你们两位老臣 可就是亲家了 哎呀呀 刘大人如此地看重小叙 实在令下官感激呀 刘大人 下官给您请安了 不不不不不不不 刘大人大人大量 不不计我的前嫌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不用不用 刘大人不是 你别让我给你来一个 不不不不 你不用钱了 行了 今儿有三喜 三喜呢 这第一喜 纳善成亲 第二喜 刘统勋收了个好义子 这第三喜呢 就是两位老臣和好如初 你们可都是朕的左膀右臂 今后可不许再生争执了 皇上且谨遵皇上教诲 来 我拿 大学是领侍卫内大臣 这也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职位 半年之内三千其职 了不得 太了不得了 这还不是他刘统勋一手传过的 到底是纳钦是他爹 还是刘统勋是他爹 这天下事搞不懂啊 走走走 走走走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送入洞房 来 来来来来来 今日咱们君臣同喜 朕十分高兴 三位爱亲 你们意下如何呀 皇上 过了今日奴才就是死了都值了 你 奴才知道今天说这个话不好 可是奴才实在是心里头忍不住啊 来来来 谢谢皇上啊 来 喝 好 来 皇上 老臣有本 有本 是 有本明日再奏吧 今日咱们君臣共谋一罪 岂不更好 皇上 来来来来 此本只能今日奴明日再奏就晚了 什么要紧的本非要今日奏啊 说吧 臣的学生纳善义子 不知皇上是否眷顾于他 朕当然很器重他了 还没怎么喝呢你就醉了 你忘了 朕刚刚加封于他 纳善还年轻 又无微末功劳 胜前太快 职权太高 这把皇上不是提拔于他 而是把他推上一条绝路 朕加封什么人还需要问你吗 他是你的学生 又是你的义子 他是你推荐上来的 正因为相信了你 才重用于他 这又有何不妥啊 老臣以为 皇上 皇上 这是我义父爱护于我 怕我走弯路 我义父这个人快人快语 是一片好心 请皇上千万不要怪罪于他 皇上 让老臣把话说完 历来宫中不缺阿谀奉承 取笑斗勒的弄臣 纳善还宁请 皇上若真要重托于他 只怕还要多多锤炼于他 否则下面的大臣 心中也会不服的 刘爱卿 朕知道你想让纳善出京 多历练几年 只是眼下朝中缺少 既能办事又忠心的人 朕就是想把他留在身边 你就不用多说了 刘爱卿啊 你总有告老还乡的那一天吧 将来朕能够倚重的 也只有服爱卿和纳善了 你要是再把纳善调出去 那就太不尽情理了 朕已经替你想过了 你要是真老了 朕也不能让你客死京城啊 只要你帮着桂荣 把国库账目的事情搞清楚了 朕就风风光光地送你回乡 如何啊 老臣谢皇上 皇上 这是桂荣的事情 朕从来没见过你前怕狼 后怕虎的 你今儿是怎么了 犹豫不决的 老臣精力不济 实在是难以担当 这是圣旨 本想明儿早朝再跟你说的 既然你今天揍了一本 朕就一并告诉你了 皇上对刘大人的信任 那是没得说的 奴才也向来佩服刘大人 刘大人这次清查国库账目 定会大祸赞誉 皇上如此信赖我义父 奴才心里也是感激不尽啊 奴才一定要向我义父学习 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遇 臣刘统勋接旨 老爷您可回来了 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 那护补的人等您半天了 护补 好 乖 刘大人 我可在这儿恭候多时了 是是是 请请 看着 是 请请请请 听说今天晚些时候 刘大人接到了皇上的圣旨 老臣如酒汉风干临哪 这不 忙不爹的 就把这些账目给你搬来了一些 这样刘大人就不用奔波于户部衙门之中了 是是是 请问贵贝勒 像这样的账本在国库当中还有多少啊 这些只是十分之一 这几十年来啊 一直就没有清查过账目 哦 哦 那那那先放这儿 先放这儿 我慢慢看 我慢慢看 哦 好 好 那老臣告辞了 好好好 不送 不不不不不 留步 留步 好好好 查账查账 国库的账是这么好查的吗 从今往后这把刀啊 这把刀啊 又顶拨梗子上了 老爷 を 就去 祝皇上圣旨 家的路 律服务 奴才福康 定当尽心竭力 争取早日文攻 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老爷 嗯 咱应该朝京城方向客头啊 您可反了 这你懂个屁 我这是朝皇上走过的道路至今 太好吃了 老爷 这 老爷 老爷 福大人亲临现场 丹土康石乃我等的楷模呀 福大人好 福大人好 好 奉旨修缮古灵之路 叶极仪式完成了 好 好 老爷 老爷 来来来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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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修这个 你们这台族 正值银根短缺 本官未向内务府要一文钱的银子 把祭祖之路修成之后 皇上一定大喜 那是那是啊 皇上不会欠您的银子 老爷 您就会干这个关键时候讨人喜活的事 这条路还得修几礼啊 几礼 老爷 从前门到东陵 足足的七八十礼路啊 七八十礼 嗯 这这七八十礼怎么了的呀 哎呀 老爷 皇上每次祭祖 您都是陪同的 您不记得礼数了 我总在轿子里坐着 我知道个屁呀 你说修这七八十礼 青石百路 需要多少银子 呃 这沿途用的石头 要两万多两银子 啊 皇上一路上歇息用的驿站查放 全都修缮好喽 那也得一万多两银子 再者 这前前后后的工费加起来 也要好几千两啊 你这狗头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我哪有这么多银子垫的 这怎么办呢 老爷 您可是在皇上那夸下海口的 是 话是这么说呀 就算我垫得出来这么多钱 将来我到了内务府 我怎么说呀 啊 那么一大笔钱呢 人家内务府的人说 说大人 您既然这么有钱 那您把修帝宫的钱也出来得了 那你说我怎么说 哎呀 他们怎么敢问您呢 老爷 修这么一条路 又不是拿楠木做棺材 非得用一百年不可 那就是 新娘脸上的妆用一会儿啊 就得了 老爷 咱偷工减料啊 这皇上一年就走这么一趟 只要不出事啊 就得了 胡说 给皇上家干活 你还想偷工减料啊你 真是 真是 可是 可是你不偷工减料 可又怎么办呢 老爷我有个主意 你不偷工减料 再说 你不偷工减料啊 小杀 你甚至太好 好 你要是不是 刘大人 这怎么能是假的呢 这账目嘛就只有这些 朝廷皇上都依靠国库开支 你在这上面做手脚 那是要掉脑袋的 我本不想参与调查 这些烂账十有八九 都出自你手中 官员的吃喝花费 都是国库开支 这些你不知道 刘大人 这件事本身就棘手得很 要不怎么能够请您出面呢 看来你不肯说 好 那我跟皇上说去 这不就 还好 哼 感谢观看